其實電力相關的股份最近都升得不錯 你覺得去到這個水平還值得買入嗎? 我覺得來到這些位置 首先為什麼限電又會令到電力股炒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但結果就真的炒上去 但是你說是否還可以升呢? 我自己看 如果你看回全部電力股都是V彈的 就是之前炒什麼呢? 之前就炒上去說一些上網電價要下跌 就炒得很快 你看到我2、3、8年也挺喜歡的 然後從5個幾個炒到3個幾個 那一刻真的挺害怕的 所以變成你現在這一轉彈上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贏到錢 我身邊也有朋友贏到錢的高手 這樣也抓到 我自己就不敢買的 因為那一刻你試過跌下來的時候 你怕他假彈 結果真的彈也有 但是你說彈到你的位置 那你還賭不賭呢? 我想你自己保持一個技術的支持位置去賭 變成你說例如2380那樣的 可能你用4.3來做自己的支持 你賭他上去 有沒有機會做完期再爆呢? 我想是用這個操作方法去賭 而且說真的來到這些位置賭的話 真的有吃就好吃了 因為始終累計升幅也不少 我想現在入場就純粹炒Flow 那些錢到的 賭他來多轉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機會呢? 也沒有說沒有 始終你來到這位置 他暫時也不算差 也算是站得硬正 如果你說他真的不夠力的話 其實他不會在大概4個3樓上站到幾天 其實他站了幾天了 而且看到北水也有數目的 所以我相信都是那一句 你找個防守威去賭上去 好啊 這隻跟836比你有沒有選擇? 我想兩隻其實都差不多 836就應該所謂便宜一點 他的PE是便宜一點的 所以我自己就會比較熟悉的230多 好啊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同一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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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